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等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發落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 Diana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集的題目是 廉珠菌病的自然醫療 我知道有很多女性都會受到廉珠菌問題的困擾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叫做East Infection 真菌感染陰道 袁醫生 其實廉珠菌是甚麼呢 其實一般人當說自己有廉珠菌 通常都是因為自己陰道有些真菌感染 有些甚麼症狀 他覺得很暢熱 癢 有時陰道有一種損損的痛 有些分泌 有口口黏黏黏的白分泌物 一般人通常就是講這件事 為什麼女性很多時候會出現這個問題呢 原來通常這種情況 通常都是因為用抗生素 或者過多抗生素 或者飲食習慣 荷爾蒙的不平衡 或者有其他的因素 但是我現在跟大家講的是 我們叫做白念珠菌病 英文叫做Candida albicans Candida albicans 其實是一種類似酵母菌的真菌來的 這些是寄居在身體的小腸 身直度 口腔 或者咽喉的部位 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這些真菌 和身體其他的細菌 或者真菌 保持平衡的和諧的關係 即是說 其實我們身體正常一定會有的 一般情況 都不會造成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身體 本身有很多所謂抑菌 以及很多免疫細胞 會控制念珠菌的數量 但有時候 有些藥物 例如抗生素 還有荷爾蒙藥 例如鼻孕藥 或者類固醇 這些藥物 還有食物裡面的糖分太高 可能食物敏感 其他的因素 都可以導致這些好菌 其實是減少了 剩下白念珠菌 可以這樣說是不受控制地生長的 而導致全身體各部份 其實白念珠菌病 可以嚴格來說 其實是白念珠菌真身而引起 即是過多 因為在正常的情況 身體一定會有這些菌 所以就是這樣 好了 通常我們看牠在什麼地方 比如有時候在口腔 我看到一些白點 或者白黏膜的出現 有時候可能在肛門 或者在皮膚 很多時候會有些孩子 或者年紀大的人 通常這些人 他們可能的免疫能力 是大大受損的 比如愛知病的病人 或者有些人 因為要用化療之下 所以這種情況 你的身體的免疫能力 破壞了 就令到這些正常的 所謂真菌 念珠菌 可以增生 其實病因此而來 當然 在很多現時的醫學 他們也有很多醫生 都不承認 我們一般人所經歷的 這種 念珠菌真身病 他們認為這些病 通常只會出現 一些很嚴重免疫 系統受損的病人 比如愛知病人 但事實上 我們看到 其實是 其實都幾廣泛 好了 有時候 我們的身體 所謂這些真菌 就是滿部身體的各部分 就成為一種 叫做系統性的 念珠菌病 其中 這種無病 其實可以產生 很多方面的 不同的症狀 亦都可以導致 很多我們所謂一般 古靈精怪 無靈兩可的身體 無病的真正根源 通常 如果你經常覺得 一種作病 但是醫生經常說 其實你沒有什麼 沒事的 其實有很大機會 其實你是出現一種 叫做系統性的 念珠菌的病 有些人 出現這個症狀 就是因為 整體的免疫能力 系統弱了 所以 這種病 很可能 可以嚴重破壞 我們的身體 這些真菌 可以這樣說 可以毒害我們的身體 血液 在我們的自然醫療 我們通常 重心 就是減低 念珠菌 到一個正常的水平 當然 我們也很重要 要了解 其實念珠菌真身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我們的身體 免疫能力弱了 是 好了 那麼 我們在處理手法 首先 病者 需要減少 或者 完全把那些 單糖的食物 要撇除 還有酒精 這些 因為這些食物 都會養我們的真菌 是 那麼 也有些工具 可以說 直接對付 可以減少 涅珠菌 例如 我們有一種 香薰油 例如 Oreganol Oreganol Oil 這種香薰油 還有 大蒜 這些 都是很有幫助的 那麼 有些人 就會復食這些 油 Oreganol Oil 但是 通常要復食的方法 都記得 要飯後半小時 才使用 但是我亦都認識 有一個 朋友 她 就在 澳洲 一個女士 她就用了一種 叫做 Live Cell Therapy 即她可以用 起微鏡 是看到 血的 她簡直可以看到 那些 念珠菌 在血液裡面 即是活生生在 那麼她治療 很可愛 她就會用 Oreganol Oil 這種 香薰油 塗在身體 頸部的地方 或者手腕 這些 血液 比較多的地方 她塗滿了之後 她跟著 就用 我們以前介紹的 太空小凌晶 就在她 嘴唇 那裡 就電她 即是來刺激她 那發現 在這種 小凌晶 在唇上 那個人中 位的地方 來電 加上這些油 這些油 就即時被身體 皮膚吸收進去 她實際 說 她實際 可以在血裡 看到 很快消失了 嘩 這麼厲害 這個很可愛 這是我第一次 看到她 她告訴我 一般人沒有這個儀器 就可以用這個 口服的方法 好了 除了我們說 大蒜 可以幫助 我們也要 將身體的 內部環境 改變 主要是我們的消化度 我們身體排毒的器官 和排泄的器官 免疫器官 和我們那個 荷爾蒙的平衡 都是我們要做得到的 所以首先 我們就說 要加強我們的消化能力 和排泄能力 大家可以想到 我們通常 就會建議 病人在治療期間 做洗腸 洗腸之後 我們都會用一些 所謂的益菌 大量的益菌給她 很多時候 我們的腸道 有一種 我們叫做 腸流症軸症候群 叫做 Licky Gut Syndrome 這個 都是因為 我們那個 腸的食道 有破壁 令到 腸的 滲透力 就是 防禦 的滲透力 就是 破壞了 變成 很多這些 真菌 可以直接 進入我們的血液 裡面 我們怎樣去維修呢 剛才我們所說 先排多毒 洗腸 用益菌 我們都會用一種 奴匯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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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種 服食一些很高質素的益菌 當然 有些人就會吃乳酪 但是乳酪 其實要很小心選擇用的 因為大部分市面 看到那些用的乳酪 其實 它的益菌 未必很多 第二 它加了一些糖 是 其實糖 是直接破壞的 直接養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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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通常 如果你要真的用那個 乳酪去用 選一些 沒有色素的 那些 沒有加糖 那些 才可以用得 用得好的 也有時候可以用這種 這樣的 抑菌 乳酪 是失那個陰道 但是記住 一定要找一些 沒有糖分的那種 才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那 當然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的 背後就是 不受控制的壓力 那 就會 改變我們身體 內臟的 菌軸的平衡 也會抑制我們的 免疫功能 當然 在女性方面 尤其是 是女性那些 荷爾蒙的問題 主要大部分 都是有些人 是用很多 所謂的 鼻孕軟的 或者用不同程度 用那些 荷爾蒙藥 這個也都會引發到 黏珠菌 開始增生 那 也都有小部分 那些人 可能需要用到 抗 抹菌 那些西藥 尤其中 是其中常用的 但是始終 這些藥的副作用 很厲害 要用這些藥 都要很小心 那 好了 那 一般來說 隨著我們所講 如果 你總是有些 身體 總是有些不舒服 那 查你查你又查不到 那 那 我們怎麼知道 有些 什麼的症狀會出現呢 首先 我們說 有一種叫做 鵝口瘡 鵝口瘡 那症狀呢 通常就是發現 口腔裡面 很多的白點 白塊 那 有時候有些紅塊 有些發炎的地方 口氣重 還有 膩胎很厚的 或者是 口腔很乾旱的 那 這個通常就是 鵝口瘡其中的症狀 那 也都 剛才所講 女性方面 陰道那些 真菌的感染 有陰道痕 痛 灼熱的感覺 有黃黃厚厚的 分泌物 那 還有呢 小便愛的時候 覺得有一種灼熱感 那 種一種 我們叫做整體性的 念珠菌的 真身的問題 那 那這些呢 有些什麼症狀呢 通常人覺得 很累的 就是分析 好像都是不夠的 便秘 或者是 吐舌 大腸炎 腹部經常痛 肝門很癢 腎和膀胱經常感染 肌肉冤痛 關節痛 還有呢 很多是口腔 這些 這樣的肺脂 還有呢 就整個人 很腫腫脹脹 經常咳 頭痛 手足麻痺 那種針刺感 身體的 那個 記憶力差 集中力差 這樣 或者呢 情緒低落 或者很焦慮 或者平膚 經常有很多 無故的診 還有呢 還有呢 身體器官 或者那個 指甲 腳指甲 有真菌出現 還有呢 很多是敏感的 這些問題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好 稍後回來繼續 自然療法語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這一節的 原網台 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臉豬菌病的自然療法 袁醫生剛才提到 其實 臉豬菌的問題 除了是陰道癢養 口腔有瘡之外 身體各部位都會有其他症狀 其實連豬菌各個人都有 但是為什麼會過量呢? 有沒有什麼可以測試到 我們是不是過量呢? 首先我跟大家講講 其實根源在哪裡 就是為什麼會導致 首先我都說是抗生素 或者那個類固醇的濫溶 導致我們身體好的菌 就是殺了 也都是消化的問題 我們那個排泄的問題 身體排便的問題 也都是一個 可能一個免疫能力的問題 比如好像因為用了化尿 或者是你本身是有外滋病 這些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的食物裡面 是糖分過高 其他就比如敏感 生活上的壓力 賀爾蒙的改變 最主要是用鼻孕藥 當然隨正二齡的改變 都會有機會的 好了 你剛才問 有什麼方法可以測試呢? 其實我們可以用糞便的測試 其實糞便測試 都是陪靜一下看看 有沒有多餘的真菌出現 也有一些是用血液的測試 例如測試 也都是看它有沒有抗體 也有些人用小便的方法 看看有沒有真菌的身神代謝物出現 也有些人用腸道的滲透度來看 這也是用尿的方法去測試 正如我剛才所說 其實在院士的醫學界 對一般我們所見的念珠菌的問題 它都不是很認同的 所以很多時候人們都很難用這些 香港不是很多實驗生 可以這樣說 是會有這些測試的 好了 如果我們找不到這些方法測試 我們通常有什麼方法可以知道呢? 我正從大家講 其實很多時候是由我們的症狀方面 和我們過去用過的什麼都可以知道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會和大家做一個念珠菌的問卷 你們就記住拿一支筆 拿一張紙 或者拿個計數機加都可以 我就會有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病歷 過去做的什麼 還有主要的症狀是什麼 還有一些其他的症狀 都有成很多條題目 都有成三十幾條題目 你要加加上 加上 不止 成四十幾條 五十條題目 你加了之後 我們就拿了一個總分 那似乎你的分數多少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念珠菌的問題 就是你有沒有機會有這個問題 好了 那大家有沒有預備好呢? 要不就拿手機 拿電腦計數機 把分數加下來 要不然 就拿一張紙 你就未必會寫得到我的問題 但起碼你把分數加下去 每一種情況是分數有不同的 在病歷方面 我們就有十四個問題 每個問題 分數的比重不同 我會告訴你 每一個問題 如果是有的話 是會值多少分 好嗎? 譬如 第一個問題 那你有沒有曾經用過四環數 就是好像 Vibromycin Minocene Sumicene Permycin 這些是四環數的 或者其他的抗生素 是治療暗瘡 一個月或者更長的時間 如果你有做過 那就比自己25分 這個比重比較大些 第二條問題 你過往 你有沒有曾經 採用過廣用的抗生素 Ampicillin Amoxicillin Cyclo Bectrin Clyflex Cectra 這些 通常 不是治療暗瘡 是治療呼吸 臂療系統 以及其他的感染 兩個月或者更長的時間 或者在一年期間 用過四次或以上短期的治療 如果有 第二條題目 就給你20分 如果有的話 第三條題目 你有沒有過去曾經 懷孕過一次 如果是有 就給三分 兩次或以上 就給五分 第六 你有沒有用過避孕藥 如果用過六個月至兩年 就給自己8分 如果用過兩年以上 就給自己15分 第七條問題 你會不會因為受到一些香水 你曾經有沒有服用過 Pregnixon Decatran 或者其他類固醇的藥物 或者其他類固醇的藥物 如果用過兩個星期 或者以下 就給自己6分 如果用過兩個星期 或者以上 就給自己15分 第八條題目 你會不會因為受到一些香水 煞蟲劑 或者布店裡面的氣味 或者其他化學物品 引起有些輕微不適的症狀 有些人都會的 出去外面 去一些商店 你突然覺得有很多 一些化學物品 特別敏感 如果有輕微不適的症狀 給自己5分 中度到嚴重的症狀 給自己20分 好了 第九條 你的症狀 會不會在潮濕 悶熱的時間 或者發霧的地方 變壞了 如果有 就是怕霧 怕潮濕 如果有 就給自己20分 第十條 你曾經有沒有患過 香港腳 或者圓鮮 或者金錢鮮 或者下體症狀 或者其他長期性皮膚 或者指甲的感染 好了 如果是有輕度至輕微 至中度 就給自己10分 如果是嚴重 或者長久 就給自己20分 好 第十一條 你會不會學吃糖 或者甜品 對的話 10分 第十二條 你會不會學吃麵包 如果有的話 給自己10分 第十三條 你有沒有學吃喝酒精的飲品 有的話 10分 第十四 香煙味 是否嚴重干擾你 有些人不受得煙味 少少煙味 是很大反應的 如果有的話 給自己10分 這總共14條 你將你計分的總數 自己加在一起 好了 接著 我們看看其他的症狀 這是主要的症狀 第一 如果你有症狀 就要視乎症狀的程度 就給自己分數 譬如 如果症狀是間結 或者輕微 就只有3分 如果症狀是頻密 和中度嚴重 給自己6分 如果症狀是嚴重 或者令你失去正常的能力 就給自己9分 第一 有沒有疲累和噴水 如果是間中輕微 3分 中度6分 很嚴重 令你做事都影響到 就9分 第二條 整個人感覺到很耗盡 累得很厲害 第三條 記憶力不佳 第四 感覺虛缺浮游不自在 第五 情緒低落 第六 麻痹灼熱 或者有斟刺的感覺 第五 第七 有肌肉酸痛 第八 肌肉軟弱和癱瘓 不是癱瘓的 第九 痛或者關節的腫脹 第十 肚痛 第十一 便秘 第十二 腹射 第十三 腹象 第十四 長期性的陰道痕癢 第十五 長期性陰道的灼熱感覺 第十六 潛烈善嚴 第十七 性無能 第十八 喪失性慾 全沒什麼興趣 第十九 子宮內膜移毀 第十 抽筋或者驚奇不規則 第十一 驚奇前緊張 第十二 眼前的斑點 即所謂俗稱叫非蚊症 第十三 視力不穩定 那這些症狀呢 也都是像我昨天所說 給自己的分數 如果是輕微的間歇性出現 只有三分 如果是頻密中度 嚴重是給六分 如果是很嚴重 令到你失去正常的能力 給自己九分 那剛才那裡 都有成二十三條題目 把這些資料 自己加起來 當然 萬一你 當剛才聽得 聽漏了的症狀 那無所謂 你便重新去再聽一聽 剛才所問的問題 袁醫生 現在時間差不多了 要是我們稍後回來繼續吧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 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三個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com.h K 回到原網台的自療法與你 剛才袁醫生跟我們 講有關黏豬菌的問卷 剛才講了病歷 主要症狀 以後會跟我們講講其他症狀 會有不同的分數 是嗎? 是的 這次我們的症狀 當然那個比重 可能沒有之前講的那麼重 主要症狀 如果是間缺或輕微 就給自己一分 如果症狀是頻密或中度嚴重 就給自己兩分 如果症狀是嚴重 或者令你失去正常的能力 才給自己三分 我們都有三十二條症狀的題目 第一 分分肉碎 第二 煩躁 第三 動作不協調 第四 精神不集中 第五 情緒經常性的波動 第六 頭痛 第七 昏昏 失去平衡 第八 耳朵 感覺有點壓力 頭脹 或者有刺痛的感覺 第九 痕癢 第十 其他的地方出診 身體皮膚出診 第十一 遺卓葉 第十二 消化不良 第十三 打抑 或者有腸氣 經常聽到咕嚕咕嚕的腸氣 第十四 分辨 分辨 帶多些瘋 黏膜膜 黏液的瘋 第十五 痴瘡 第十六 口乾 第十七 口部出診 或者水泡 第十八 口臭 第十九 關節腫脹 或者關節炎 第十 鼻塞 或者流鼻涕 二十 鼻水 倒後流 第十 鼻腔痕癢 二十 喉嚨 喉嚨痛 或者乾 第十四 咳 第十五 胸痛 或者胸緊 第十五 第十六 喘 或者無氣 無氣 無氣 那種感覺 第十七 尿急 或者尿頻 第十八 小便時有灼熱感 第十九 視力衰退 第三十 眼灼熱 或者流眼淚 第十一 耳朵不斷受到感染 或者積水 最後三十二 就是耳痛 或者耳聾 那這次又有三十二條 那當然 分數的比重不同了 那如果是有間隙 或者輕微 就給一分 如果是頻密 或者中度嚴重 就給兩分 如果是很嚴重 令你失去正常的功能 就給三分 那又要將那些分數 是加加加加加加 那總共呢 是否有三組問題 那如果將這三組問題 再加加加加多 之後 看獎分 就可以知道 到底 你有沒有聯絲菌 如果你的分數 是 一百 即是 多過一百八十分 的 OK 那 你的機會 就會大好多 OK 那 如果你的分数是120到180, 很大机会,念珠菌的问题是存在的。 如果你的分数是60到119, 念珠菌的问题可能会存在。 如果你的分数是少于60分, 我们主要用分数的方法, 可以看到问题的发生性的可能。 如果我们慢一下, 没有机会用这些实验室的测试, 例如验分辨,验血验尿, 我们可以用这个很简单的方法。 原医生,我知道饮食对黏珠菌有很多影响, 那有什么可以吃, 有什么不能吃呢? 首先,我们由食物开始入手, 通常我们只要用营养价值高, 和可以扶持免疫能力的食物。 那是什么食物呢? 尽量吃多些新鲜的蔬菜, 完整的菊类豆类, 就要吃肉也好, 吃一些高质素的瘦肉, 譬如豆类,扁豆, 鱼, 还有有机的家禽食物。 这个就是我们的食物方面。 还有,我们要补充我们的好菌, 我们要吃一些乳酪, 但记住乳酪一定不会有加糖的, 有一种静的乳酪。 通常你要看清楚, 它的益菌的量够不够。 我们也有面糞, 还有酸菜, 腌菜, 酸菜, 酸菜, 这些酸菜, 有一种腌的菜。 香港人有时候有些餐厅都吃得到, 酸微微的, 有些酥的, 但是那些益菌多多少呢? 很难说。 面糞, 面糞, 面糞汤, 梳菜里面, 多喝一些叶绿素的饮品, 我们公司有叫巴黎菌的叶绿素饭。 里面有十几种营养分的, 包括小蜜草, 大蜜草, 螺旋草, 螺旋草, 这些饮品。 这会加强你的抵抗力。 每日, 就多喝一些干净的, 高质素的水, 帮我们身体把毒素冲走。 这些饮品, 起码能喝到百杯。 还有, 我有听过一些阿麻子, 我用一些是磨了的, 磨了粉的阿麻子, 大概用一到两汤匙那麽多。 这些阿麻子, 是有些对付真菌的特质。 好了, 齐志问, 有什麽食物不好吃? 齐志问, 真菌是导致白莲珠菌, 通常食物是依靠糖分的。 所以, 你记住, 尽量避免糖分的食物, 尤其是酒精, 因为酒精是一种发酵, 会养这些真菌。 起码在初期的时候, 治疗的早期尽量避免这些东西。 当然, 亦有很多人, 有白莲珠菌症状的人, 都有些食物的隐悲食物敏感。 当然, 是因, 是果都不知道。 但如果你是免疫能力差, 你有白莲珠菌的真身问题, 也同时就有食物敏感问题。 当然, 你也要企图找一下, 到底哪种食物是敏感的。 在治疗期间, 就要尽量避免这些食物。 还有, 要避免一些有毛的食物, 譬如那些残然的芝士, 那些果实, 还有那些果醬, 比如花生醬, 有些果醬如果是不新鲜, 其实它本身有很多毛菌。 当然, 有很多精炼食物, 本身已经有很多糖分在这里。 好了, 还有, 就是水果汁。 有些很甜的水果汁, 水果汁都要减低, 尤其空腹的时候, 尽量不要吃这些食物。 原来甜的水果, 糖类那些都要避免。 那有什么针对性的自然医疗工具, 去针对莲珠菌? 你刚才提到, 有个牛肢油, Oregano, 有帮助, 那还有没有其他呢? 除了Oregano, 还有我们可以直接吃一些益菌, Probiotic, 记住, 那个产品一定有4个Billion, 40亿的新生的益菌。 通常伏化呢, 都是空腹, 空腹, 即是饭前半个小时, 饭前半个小时, 饭一个小时, 要是伏食两次。 还有呢, 我就是吃那个蒜, 当然, 你可以吃食物的蒜, 也可以有一些丸状的蒜。 有了日本一只牌子叫Kaiolic, 其实很多人都会用的, 因为蒜味是减了的。 还有呢, 就是那个Grape Fruit Seed Extract, 这个是一种特别的制成品来的。 那Grape Fruit, 你知道呢, 是那个西柚, 西柚子的抽取物。 跟着呢, 就除了做一个叫做Caprilic Acid, 这个很特别的工具来的。 那通常呢, 如果你见到的产品, 那是Caprilic Acid, 那通常呢, 你都知道呢, 是针对那个白脸猪菌的。 那我们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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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种这样的特别的工具。 那通常呢, 如果你找到这个Caprilic Acid, 那我们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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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脂肪酸来的。 那在研究上呢, 是发现呢, 它是有一些对真菌的作用的。 那还有一个呢, 那我们叫做, 那我们的龙胆草, Gensian roots, Gensian, Gensian, 那龙胆呢, 那是一种, 苦苦的草药来的。 那我通常呢, 就是苦呢, 是金呢, 是帮助我们的消化。 那在这个里面呢, 那我们很强调呢, 那整天都说, 那消化系统的主力很重要的。 那还有呢, 那就是那个, Ekinesia, 子椎花, 和那个金刃草, Goldenseal, 那这两样东西呢, 可以这样说呢, 都是帮助我们身体的那个免疫能力的。 那伏的分量呢, 大概是500mg, 那如果用丁剂草剂, 或者2-4ml, 的cc, 那一十三次这样的用。 那这些呢, 是证实, 那这个子椎花呢, 亦都有对付真菌这种这样的功效。 这一节时的又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状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ialing.com.h 欢迎回来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廉珠菌病的自然医疗。 袁医生刚才跟我们提到, 有什么工具可以针对性, 对付廉珠菌? 有没有一般性的工具呢? 其他的工具, 例如有一种草茶, 南美洲的草茶, 叫做Podaco, 中文叫做保歌果。 这种茶含有抗菌剂, 也有植物检, 这种植物检。 多数人没有办法即时用得到, 但需要用葱茶, 用滚水来煮。 当然, 也有丁香花茶, ive juice, 这种植物检, 可能能更容易被吸收。 好, 除了外, 我还有一种最容易的薄荷油。 薄荷油通常是帮助什么呢? 那些人的腸胃不息、腸膠痛 这些腸膠痛很可能和白脸柱的因素有关 原来那个薄荷油我们都知道是可以帮助 对付这些抹菌的问题 你可以用一些capsule 有些人用一些胶囊装 2.5ml很少 一天复食两三次 还有就是wormwood wormwood是高的 清高,artemesium wormwood是一种垂虫剂 或者用oregon grape oregon grape是俄辣干葡萄 拉丁文叫barbaric aquifolium 叫oregon grape 还有迷迭香,rosemary 这些全部都有抗争菌的功效 很多时候有些特别对付黏珠菌的草药荒 通常有这些成分 如果你有灰甲 有抹菌出现的灰甲 大家都知道是用茶树油 茶树油可以直接塗在皮肤里面 比如金钱鲜 或者灰甲这些问题 亦可以混合在水里面 就可以当浪厚 比如口腔有些鹅口瘡 可以滴5滴10滴 滴入一杯水里面 就会浪厚作用 当然身体也要排毒 一个好的多种维他命的矿物炎 比如维他命C 1000mg 一、两、三次 还有些是用肝 例如奶子 大家听到 Milk Thistle都知道 是与肝有关的 灵芝 和蒲公英 这些草药 都是帮助肝和肾排毒的 这些又可以用胶囊庄 来服用 在消化方面 我们要加强消化胃液 有时我会吃Baitan HCL 即是盐酸 帮助我们增强胃液 帮助我们消化和吸收 还有酵素 酵素当然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消化 我们有很多酵素的饮品 或者有些酵素的胶囊庄 可以帮助我们吃饭时服用 帮助我们完整消化 帮助我们消化能力 但要空腹食 例如酵素 直接对付真菌的作用 和减低我们身体的炎症 袁医生 你刚才提到 有这么多自然医疗工具 可以对付莲珠菌 你还未提到最有效的同类疗法 有什么疗剂可以对付莲珠菌呢? 大家都知道 同类疗法是我们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 重要的医疗工具 在同类疗法中 我们怎样去配疗剂呢? 我有几方面去考虑的 有时候我们会考虑 配合那个人的整体 即是这个病人本身是属于 哪一类型的体质 譬如他可能是蜜如汁 可能是钢型的人 可能是硫磺型的人 我们有时候就在这个层次去配一个整体 適合他的体质 那个疗剂 也有时候我们视乎 他的主要症状 譬如他主要的症状是便秘 或者是肚射 或者是疲累都很厉害 或者是头痛 或者是消化不良 那我们就会用一些疗剂 是处理他那个 最困扰的病人的症状的 那这个呢 有不同的疗剂 是对付他那个情况的 那譬如有时候 我用便秘可以用Nuxvomica 那个肚不舒服 肚射 或者便秘肚肚射交替 那可以用马前指 那样 那严重的疲累 我们可能都会用 用CP 有时候荷尔蒙有关的 我会用那个 蜜蜜汁啊 之类之类 那我们在另外一层次呢 就视乎 它那个最困扰 它的症状 我会入手的 那还有呢 和疗法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问题呢 是和那个白脸猪肝有关的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会做一些疗剂呢 是由白脸猪肝 做出来的疗剂 譬如Candida albacan 6X 12X 30X 那这个呢 可以这样说呢 亦至呢 就作为乙毒公毒 作为乙毒公毒 那其实和疗法呢 都有这种这样的概念 那除了这个 和疗剂之外呢 这个我们是差不多病人 我通常呢 我都会尽量去找一个疗剂 找一些疗剂去帮他 那当然呢 其他的 比如可以用一下针灸啊 用按摩 抹擦 就是帮一下身体的减轻压力啊 淋巴推动 淋巴引流啊 不同的排毒啊 比如说体质水疗啊 这些这样的方法呢 那当然呢 香芬油啦 或者是减轻压的 或者是蒸汽肉啊 用些蒸汽肉啊 用一些香芬油啊 用一些香芬油呀 用 Navy 啊 这个 纸儿的 最基本的那些草药啊 或者是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那个茶树油啊 这种这类的薄荷油啊 这种都可以帮助按摩啊 或者浸肉的方面 当然,当有这些念珠菌,其中都是一个压力的因素 就是用不同程度的手法,譬如用惯常的运动,瑜伽,或者是冥想 是帮助我们减压,日常生活方面,譬如你自己知道有额口疮 当然,在牙刷方面,要换得密一点 不要那些污漏的牙刷不断感染自己 每个月,使用新的牙刷 如果你有阴道的真菌感染 在衣服方面,尽量不要用减少的化学布料 用棉质的耐衣褲,或者比较松一点 保持阴道的地方比较干爽 就像曾经所说的,有时你都可以用一些滑乳酸菌 但其实,在此之中,陆创案健康店 我们也有很多专门濕因度的草药 有时可以说,局部也要做些 整体性也要做些 所以,很多时候,念珠菌 有时可以与大家的性行为互相感染 遇到这个问题,男女双方 其实也要同时接受这方面的治疗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好,拜拜 拜拜 拜拜